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当时的将军跟现在的大家称呼的将军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在清朝的时候有好几类人都能被称为将军 第一种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军队中高级将军 他们统帅兵马指挥战争 这类将军基本都驻扎在全国各地保卫国防安全 他们接受上级调配参与战争 一般来说都是八旗在各地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才有将军的称号 所以想要得到这个职位的一个重要前提 必须是满人 清朝前期有两支军队 一支八旗 一支陆营 八旗是清朝皇帝从关外带来的 陆营是陆官后改编明朝将军组建的 一直以来八旗的地位都比陆营要高很多 无论是在奉陆还是其他福利待遇上 而八旗跟陆营都是驻扎在乡邻地方驻扎 八旗人数较少 陆营人数较多 除了随时听候的调遣征战 八旗还会坚持陆营 作为各地统领八旗军队的武将 他们得到将军的职位 就意味着在朝廷里有同一品和官衔 仅次于郑一品 以官衔的身份 在截至陆营上 会有更恰当的理由 除了驻扎在各地的八旗最高长官 在东三省也设立了将军 不过东三省在清朝大部分时间内 都没有设立总督和巡抚 这意味着在东三省 将军不仅涉及军务 还涉及政务 一般来说 在其他地方都会设立总督 巡抚来处理军政事务 而将军主要的任务是训练军队 镇守关口 不过因为东三省是清朝的发家的 所以这里的将军会有很大不同 以东三省的奉天将军位帝 他在圣天建有专门的雅书 里面有护、礼、兵、行、功能私立机构 以及应务处将军掌印 管理这些私立机构 各个机构管理的事务不同 简单的说 东三省的将军要管理粮税、警法、官房、军队操练等各样事务 较为繁杂 他更像是总督、巡俘、以及一般将军的结合体 这个职位就要求必须是皇帝的亲信 也基本是由满人担任 还有一些临时调配出去的将军 比如遇到什么战事 皇帝派出去调兵打仗的武将 像杨威将军这样的称号 这种称号都是临时的 不过 作为个人履历的一部分 还是会被保存下来 像这个将军的称号 就不用拼关系 只要能力够在皇帝心中有分量 就可以获得 也就是说 获得这个机会的将军 之前级别不一定需要特别高 上面介绍的这两种将军 都是掌握实权的将军 下面要说的 就是没什么实权 只有将军名号的秦桑 前一种是要靠努力奋斗 如果说一个武将的表现足够好 皇帝就会考虑给他一些封赠 将军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后一种是给那些宗室 清朝皇族宗室 基本都是备养起来的 靠着关系远淑 皇帝喜不喜欢 享受到不同的爵位 领不同俸禄待遇 从秦王到将军 而被封为将军 属于有爵位的宗室中 级别是最后一等的 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脑洞外星人 一个研究地球历史 能外星人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